在那支北约小队遭遇噩梦经历的三天后 一架携带着导弹的无人机飞到了阿富汗母处 军方得到报告 在这场遭遇里整个北约小队只幸存了三个人 两个美国人以及一个英国军官 只不过英国军官在遭遇这一切后就失踪了 根据两个幸存美国大兵的描述 他们好像在阿富汗遇到了一种非常诡异的武器 军方对于这种东西很感兴趣 但他们又想装作不感兴趣的样子 在之后的调查里 军方宣布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的结果 然后呢就像我们看到的这样 一架无人机一枚导弹一场轰炸 让一个充满谜团的怪异营地彻底消失了 军方解释他们这么做的原因 只是觉得这个地方是用来贩卖奴隶的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 不过根据CIA的调查 军方在那两个美国大兵得救后 曾用特别卫星追踪过一个可疑的车队 如果真的有那种武器 军方八成已经得到了 此时阿拉伯海上正有一艘破旧的货轮 缓缓航行政 正在船长和自己的副手观察海面的情况时 一个男人的声音从他们的身后响起 男人询问 是不是这一次要躲开风暴啊 船长回答说 没错 接着船长让男人不用担心 航程虽然发生了变化 但由于不用经过几个港口 他们说不定可以比预期更早的到达斯里兰卡 名叫萨利布的男人点点头不迟到就行 大家最好遵守时间 可船长却摇着头告诉萨利布 这一切还得看大海的安排 自己能做到的只是尽力去遵守约定 同一时间 一个脸上有着刀疤的男人走上甲板 他告诉正在望风的同伴该换岗了 可同伴看了一眼时间 发现今天怎么要比平常早一个小时 男人无奈的表示 这都是萨利布的命令 没办法 听到萨利布这个名字 同伴苦笑一下便准备离开 毕竟萨利布是雇主 他说啥都是对的 就那样 同伴离开后的刀疤男 一边抽烟一边默默的望着海面 仿佛在等待什么 终于在过了一会儿后 刀疤男的视野里出现了他等待的东西 男人见状立刻从腰间掏出绳索 挂在了货轮的围栏上 而那艘小船借着夜幕的掩护 已经悄无声息的开到了货轮旁边 可就在刀疤男按照计划将绳索抛给小船时 之前那个提前被换岗的同伴 骂骂咧咧的走上了甲板 他质问男人 怎么个事儿 自己刚刚问了其他同伴 怎么没有任何人知道 萨利布下过新的命令 可刀疤男却没有直接回答自己的同伴 而是略显焦急的指向围栏边的绳索 他让同伴看一下 这到底什么情况 同伴听罢立刻上检查看 这里什么时候绑的绳索 这些人又是什么情况 这一切是不是刀疤男干的 还没等同伴反应过来 早有准备的刀疤男迅速捂住同伴 防着他大叫 紧接着抽出匕首 刺痛的同伴迅速挣扎着 躲开了刀疤男的牵制 然而就在他想要开枪反击时 电光火时间 刀疤男已经挺身上前 一刀插在了同伴 想要扣动扳机的手上 随后正灯夺枪击打一气合成 一个可怜的同伴 还没来得及进行任何的呼救 就已经被刀疤男一套连招打废 可这还没完 刀疤男再次快步上前 将自己的这个同伴推到围栏上 然后丢进了大海 完成这一切后 刀疤男身后 突然传来一阵警告声 那个声音让他不要动 接着声音询问刀疤男 现在有什么想说的吗 听到这句话的刀疤男 没有丝毫慌张 他歪了歪嘴 回答说新纪元 不错嘛兄弟 现在传上什么情况 随着刀疤男对好暗号 四个顺着绳索登上货轮的特种兵 询问面前的卧底 刀疤男报告说 船上有16个武装分子 刚才自己干掉了一个 现在还剩下15个 接着 刀疤男又仔细的向着面前的特种小队 汇报船上敌人的分布 这艘船还有20个船员 虽然也有武装 但并不算敌人 随后 在详细确认了武装人员的位置后 小队队长询问刀疤男 撒利布的位置在哪 这才是他们行动的主要目标 然而 作为卧底的刀疤男却表示 自己也不清楚 因为撒利布的位置 是不断变化的 无奈 队长只能开始清扫摩擦的计划 剑鱼负责船头清理 毒药负责右舰那边 身材壮瘦的巨石则负责船底的左衔 这个时候 刀疤男告诉队长 之前被自己扔进海里的那个家伙 到处问换岗时间的问题 可能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他们要做好被反抗的准备 队长听罢表示 没事 他们会轻松搞定这一切的 接着 队长最后叮嘱自己的队员 除了任何穿着亮橙色衣服的工作人员外 其他所有人格杀无论 现在行动开始 率先赶到船头的箭鱼 锁定好目标后 隐藏在阴影里 等两个穿着工作服的工作人员离开后 箭鱼谨慎的向着负责放哨的武装人员摸了过去 此时 那个武装分子对于即将发生的危险 毫无察觉 就那样 摸到敌人身后的箭鱼 缓缓掏出了匕首 箭鱼的隐秘暗杀 让那个武装人员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已经被连带着枪支扔进了海里 另外一边 霍伦的左衔正有两个武装分子交谈 果然 如同刀疤男所想的那样 之前他欺骗同伴说的提前换岗的问题 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所有人都没有得到萨利布下达的命令 察觉到异样的敌人打算立刻联系萨利布 而这一切也被早已埋伏在这里的毒药听到 就在敌人拿出对讲机 想要联系萨利布的时候 毒药立刻开枪射杀了面前的二人 在杀掉武装分子后 毒药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已经暴露 于是立刻撤离了现场 而刚才的枪声瞬间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不明所以的工人拿起对讲机联系了船长 此时工人还以为开枪上船的是海盗 他们大声的向船长报告 自己的人受到了攻击 船长告诉工人 不要在甲板上停留了 立刻躲进货舱 接着他想要提醒萨利布 让他的手下也开始进行躲避 可没想到的是 萨利布大声的命令船长听从自己的调遣 现在让所有工作人员武装起来 不要离开甲板 相反 所有的人都要上甲板对抗敌人 可船长却摇着头拒绝了萨利布 他表示自己不会让手下深陷险境 而且萨利布不用担心 自己马上就会发出紧急遇险的信号 周围的船接到信号会来救他们的 可谁知就在船长刚准备发出信号 身后的萨利布就掏出手枪对准了船长 他警告船长最好不要这么做 画面一转 负责右舰清理的巨石也听到了枪声 是M4 应该是他们自己人开的枪 看着甲板上慌乱奔逃的工作人员 队长打算重新集结小队 规划新的方案 巨石担心他们集结的时间 会让敌人有功夫武装自己 可队长安慰他没事的 这些人不一定知道发生了啥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自己的小队已经开始新的行动了 可就在这时 广播里传来了萨利布的声音 听到广播后 队长无奈的表示 看来对方已经解决了问题 现在倒是自己的小队遇到麻烦了 但是他们也可以更轻松的完成任务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阻碍了 现在包括那些工人 他们的小队可以完全清除 此刻 甲板下的刀疤男试图劝阻工人 不要对抗那些海盗 没必要冒险 可还会等刀疤男说完话 一个从阴影里跑出来的武装分子 直接开枪打爆了刀疤男的脑袋 干掉卧底后 名叫加迪尔的男人催促工人快点 拿上武器去对抗那些海盗 接着加迪尔收到了萨利布的通信 萨利布让他快点带人去货舱那里 自己有办法对抗那些上船的海盗 这时拿着枪的萨利布 已经完全掌控了驾驶室 一旁的大副剑撞 偷偷地摸向了自己藏枪的位置 可他刚想拿出枪干掉萨利布时 萨利布却仿佛早有预料一般 转头开枪打死了大副 接着他继续威胁船长 不要想着让那些工作人员独善其身 所有的人必须都得听他的命令 与此同时剑鱼和毒药已经会合 现在他们的行动完全暴露 根据剑鱼的观察 那些船员也拿到了武器 到巴南那边不知道遇到了什么事情 不过无所谓 反正他们现在也要开始打开杀戒了 另外一边 得到萨利布命令的加迪尔跑到了货舱 他焦急地告诉同伴 赶紧打开萨利布的那批货 这都是萨利布的要求 而那些武装分子手忙脚乱地打开木箱后 一堆仿佛残勇一般的人形物体被倒在了地上 这时甲板上的巨石和队长 已经开始了对货轮工人的攻击 虽然受过培训 但普通的工人哪里是特种兵的对手 就在特种小队准备按照这种节奏 继续消灭船上的人员时 驾驶室里的萨利布威胁船长 持续打开船上的所有广播 就那样 随着广播的响起 一阵怪异如同敲罐子一般的声音 从广播里传了出来 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的队长有些纳闷 他不明白敌人这是要干嘛 而此刻货舱里的人行警 随着罐子摇晃的声音 缓缓蠕动起来 紧接着 几个身形高大 蹊跷都被针线缝住的怪异活死人 破开包裹 扭动着 从地上爬了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